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 高先生26岁 来自吉林 吴业 李女士27岁 来自吉林 教师 那么他们又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今天来节目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 我要求我女朋友 必须跟她闺蜜断交 有我没她 有她没我 不可能 我不可能重色轻友 虽然她是我男朋友 但是她也没有权利干涉我 第二 我希望我女朋友 再给我三次创业机会 让我试一下 我会成功的 不可能 我给她这么长的时间和机会了 她游手耗钱这么久了 没有机会了 第三 我希望我女朋友 遇见事跟我商量一下 我也可以给她出谋划策 两个人有商有量的过日子 这不挺好的吗 不可能 首先 我没有和别人商量的习惯 其次 我觉得她就是想控制我 以后她再不敢 这女孩又温柔又坚定 对 我就听到仨字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不吵吵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啥可能啊 我就想问一下 咱先说那个工作的事吧 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她之前 已经有过很多的创业经历了 我们就从第一次说起吧 大概是在2020年左右 她第一次创业是导腾充电宝 当时那个风口其实挺好的 然后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吧 那个公司就是黄了 然后她这个时候 她就决定不干了 为什么呢 就是她可能觉得 那个公司不在了 她再去找别人干也没什么意思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希望她能够坚持下去 既然这个公司不在了 我们可以找另一个公司 只要坚持下去肯定会有成就 但是她没有坚持住 充电宝呢 对 这个没错 这个做充电宝 大概做了有七个多月吧 然后赔了不到二十万 她把所有的积蓄全都赔进去了 这是我生气的一个点 第二次呢 然后第二次创业是因为做海鲜 大概是做了也是半年左右吧 其实海鲜挺赚钱的 但是因为她早起早起不了 结果过一段时间周 她又撩条子不干了 她早起是一方面 你的朋友能坚持 其他人能坚持 你就坚持不了 早起是一方面 那时候我确实啊失眠 我一点能睡 两点我起来进货去了 但我也坚持了五次 把一个品牌创建起来 我可能需要十年时间 二十年时间 我现在是想什么呢 我赶紧安身立业 把这个事业先立起来 然后我跟她结婚 其实她这就只是找借口而已 其实她就是因为 她起不了早 所以她才把这个放弃了 海鲜又赔了多少 赔了三万块钱 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创业呢 第三次创业是摆摊 卖烧烤 这我得说说了 这当时是你爱吃吗 这占我成分的 可能就百分之三十 或者是百分之二十 我只是说 反正现在你闲着也没事干 要不是实在不行 你摆个摊 卖烧烤吧 但是没想到她又当真了 其实我那个时候只是 就是开开玩笑 想让她去找个工作这样 我不当真行吗 你天天在家叨叨我 我不爱干那个 再一个 来了熟人 我也不好意思要人钱 我做这个 注定就是失败的 就是咱们考考吃点得了 其实你就是熬不了夜 又起不了早 又熬不了夜 又起不了早 然后来了朋友吃饭 又不好意思要钱 对 他就是觉得这个 因为是在外面嘛 是给有准备的人 我觉得 他拉不下这个理 他就是 他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他觉得他的生命 他的时间 不会浪费在这种地方 他看不上这些小东西 他刚才在那个小朋友里面说说 希望你再给他机会 让他继续创业 你接下来又想干嘛呀 我正在学习呢 我每天看一些资料 研究得挺长时间 他就是在创业这些中途啊 就是都会有闲置一些时间 然后呢 这些时间呢 他就会去看资料 然后看视频学习 包括他学习那些东西 还是要交费的 他还发给我 分享给我一起学 这是花钱来的 我学费七千 咱俩一人学一份 那是不是相当于三千五 那到现在为止 你学到什么了吗 这个视频 我现在网盘里还在有呢 我偶尔还会去翻一翻 我在嘲笑我的过去 为什么要这样浪费时间 浪费金钱呢 你学的感觉它没有用 价值不菲 是因为你没学到精子 你学到了什么了呢 我学到了呀 我学到的东西呢 在这我可能三言两语 讲不清楚 我觉得学习没毛病啊 投点自己科 你找这方面的工作了吗 没有 去一些金融 我一边学习呢 一边在观察市场 我现在三脚猫的功夫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不需要去 抨击别人学习 他愿意花钱 我觉得是OK的 我现在唯一后期 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你那七千块钱 花的谁的钱 这是第一 第二 就你现在生活的来源是什么 生活来源 这就得说我这个学习了 我这个学习呢 有一部分啊 确实是 我女朋友 对我特别好 会支持我一小部分 平时呢 我利用我的这个专业知识呢 也会帮别人分析一些东西 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小演讲啊 也可以赚到一部分 你有赚到钱吗 有啊 那我们这么说吧 四月份你赚到多少钱 一万二三吧 有吗 我有 我一会儿给你看一下记录好不好 那一万二三就相当好了 我从来不知道 是吧 这个我从来不知道 那一万二赚了先把那七千还给女朋友呀 我可以还 只是我不想把那个钱吧 看得太重 怎么叫你不想把这个钱看得太重 听我说好吗 因为这些年呢 我们都是风风雨一起过来的 他缺钱可能我给他一些 我缺钱他给我一些 如果说我到时候我赚了钱 我就还他了 然后他赚了钱呢又给我了 你不是赚了一万二 你还他了吗 我没还呢 这一万二干嘛了小伙子 我买新的资料了 这个我怎么不知道 你干这种事难道你不应该先和我说一下吗 你听过我说话吗 我哪里没听你说话了 你平时忙忙忙 一会儿工作一会儿干嘛的 我真的特别希望你能够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那我再问一下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这个谈恋爱过程当中 所有的恋爱经费等等之类的 这些钱从哪儿出呢 这个是共同的 可能有的时候我会承担多一部分 他不是没工作他怎么去承担这些 他可能有的时候会做那些兼职 或者管家里要 所以你是在帮人家做策划 对 所以你其实还是有一些兼职收入的 兼职收入但是很少 确实是不足以支撑我们这个生活 你在东北啊 一万二十不少 但不是每个月都是这样 对 他不是一个稳定的 他可能他说的应该是最高的了 三月份多少 两千 所以我能这么理解吗 就是大部分的开销 是由女方来支付的 熬出去创业的时候 因为创业的时候 可能刚开始他会赚钱 赚到钱了他就会用力地花 因为他觉得他是干大事的人 人各有志嘛 对对对 我不爱上班 不爱受人拘束 好 谁爱上班呢 但是大家都是平凡人 我麻烦你要认清现实好吗 哪个成立成功会他不是平凡人 我们生活在长春 他的机会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 对 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只要交五险一金 每个月正常拿工资 我的要求不过分吧 拿个三四千是吗 这很正常啊 三四千不是钱呢 你可以不上班 那你每个月把三四千给到女朋友也行啊 那可以啊 给了吗 我没给啊 那为啥不给啊 我是之前 我不是之前没聊这些关于钱的 没把它看得太总 没把它看得太总 那接下来再来说那个 刚才一开篇就说到的那个问题 就是男生要求女生跟他的闺蜜断联系 就他那闺蜜啊 丑人多作怪 你不要抨击别人长相 你有点礼貌好吗 咱们这纯属就是三观不合 你不要这样去说我闺蜜 不说他好看不好看吧 那个心地啊是太坏了 然后到他闺蜜那边 哎呀你俩分了吧 大男子主义 这男的不能要 是这样吗 你真的有大男子主义好吗 我穿的着装 一个吊搭一个短裙 这暴露吗 我们俩因为这个吵架了 结果我去跟我的闺蜜吐槽 他就跟我说 你男朋友其实是有点大男子主义的 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呀 你一个男生 这也这么小气吗 他劝分是他人品不好 他当然是向着我呀 他是我的闺蜜啊 我和我闺蜜吐槽你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哪个女生不会和他的闺蜜 吐槽男朋友呢 她做出了什么 让你跟你闺蜜切断联系的行为 或者举动 就是上个月吧 我和我闺蜜打电话 约着说吃饭 然后她知道了之后 就是说什么也不让我去 结果我们俩 因为这个事吵了一架 然后我和我闺蜜 饭也没吃成 我还要找理由 不去见她 就是因为之前 她觉得我闺蜜会说她坏话 她就特别抵触 她就是之前看到过我的手机 但从那之后 我就把密码给改了 完了之后 她就经常会试我的密码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她有点不注重个人隐私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不好的 为什么要去看别人手机呢 我看你手机吧 为什么要去看试人家密码呢 也不一定非得看你闺蜜 那你看什么呢 你看咱俩沟通不到位 看刚才我上个月赚多少钱 你不知道 你上个月赚多少钱 那你倒是告诉我呀 我也不知道 你跟我说话 你平时一天抱着人破手机 所以我才说 你一定要找个工作呀 你别这么闲着了 黏着我的行吗 我特别烦你就是黏人 你看别人能够花钱 那你怎么又说她黏你呢 因为她没有工作嘛 所以在我工作的时候 她就是会来旁边打扰我 我送水果啊 然后非常的幼稚 就是有一次 我们单位开了一个电话会议 结果呢 她在那一会儿这个问题 一会儿那个问题的 就是搞得我 后期呢 领导在问我问题的时候 把那个重要的点给忘记了 漏记了 所以我就特别生气 因为这个事和她大吵了一架 所以我才特别希望 她能够找一个工作 这样她才能有事干 你们两个人对未来的规划 是什么样的 我们首先吧 房子呢 车都已经备好了 我们下一步就差结婚了 谁备好的 我们一起备的 一起努力这么多年 一起打拼的 包括有家里的资助 谁家里的资助 她家里 家里的资助 对 百分之二十三十吧 女生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 我对未来的规划就是 我这个工作我好好上着 她这边呢 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有无限一斤 每个月能够正常开支 如果她就是坚持要去创业呢 那我就没有再聊的必要 我们挖一下比较深的东西 男生 你为什么必须创业 有理想吧 有点抱抱 想证明自己 但是我等不了你了 我已经二十七岁了 就是毕竟之前 那么多次的这个创业什么的 我都陪你付出了很多的时间 精力 乃至金钱 我现在是呢 有一点起色了 我其实我感觉 人总是要试错的嘛 因为他失败是成功之务 你这试错 你拿这么长的时间来 试错还不够吗 我理解你爱创 想创业 作为个人不反对 那他就要求你每个月 把四千块钱家用拿来 不管用你什么样的方法 这四千你给到 他就不管你创不创业 你爱上稳定的班 还创业 他就能放手 这事咱能不能谈妥 那可以啊 那就没矛盾呀 你给四千呀 但是我不太希望 让他继续创业 因为我觉得特别不稳定 姑娘你没听明白 你让他每个月存四千 你再给他一年的时间 十二个月 他要能把这四千块钱 存下来 说明他有这个能力 那创不创业 还有什么关系呢 对啊 你就别逼他工作了 对不对 你们两个人今天来 这最大的诉求是什么 我有两个要求 第一就是 能够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有无险意境的那种 我不太支持他创业 第二个要求就是 他不要再干涉我 交友的权利 这是我自己的自由 那个闺蜜啊 太烦人了 他穷搅和 难道你不和你的兄弟 去说我吗 不说呀 可以说我不介意 你介意是你的事 来这儿核心目的 其实就一个 就是对于男生的这个 未来的一个发展 然后因为这个发展问题 关系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何去何从对吧 对 行 待会儿听听老师 给你们的建议啊 来 您二位 听完他们两个人的 这个情感的状态 有啥想法 我就觉得吧 这个男士吧 咱应该说脚踏实地 不能说是好高无远 咱应该把眼下的日子 先过好 给一个说那个女孩吧 给一个一个完整的家 不是说你现在 就是你想做什么 去做什么 然后吧 就是一点说倚仗都没有 一个男人吧 有点责任 有点担当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4800 4800 然后他给你300 500的 剩下全交对吧 对 你别说人家怎么对他呢 多卑啊 我们没有人质疑他是个好男人 对吧 我感觉是啥呢 女人都有一些闺蜜 都属于有私房话去说很正常 最起码有一个宣泄的嘛 然后男嘉宾确实有点大男子主义 有点小心眼子吧 就是可以这么说 我问一句啊 你老公这个比起这个男生 在工作方面 你怎么看 如果他 要是像他这样 我不会找他 你看 你老公不错吧 对 他是稳定吧 对 来 我们听听各位老师 给你们的建议啊 文老师 怎么办呢 他们俩 就这个东西 让人很难受啊 姑娘我跟你说 如果是这个情况之后 趁早赶紧立刻分手 为什么 因为像这种自民不凡的人 他心里不会觉得 自己是一个平庸的人 你想过的是一个普通的生活 这个事情他不会给你 是因为他内心觉得自己 不是一个平凡人 从源头上来说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第二点就是我跟你说 你不能去跟一个 就是你们俩目前认知 完全达不到一定程度的人 去跟他走进下一段 这个对你自己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冒险 对他来说 也是一个极大的冒险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创业成功了还好 你们的结果论来说 相当好 万一他创业再失败了 第一你耽误你的时间 第二个就是 你看他说话什么 上来在那摇摇晃晃 左摇右摆 说话指着人说话 以他这样的心智 就算他成功了 他也会垮下来 其实我挺理解你 为什么 因为我有过你这个阶段 我创业二十多年 我创业了十几次 失败了十几次 然后自信心一次一次被打击 到最后只能去 维系自己微薄的自尊心 就强烈的防御感 我也跟你和女朋友说一下 就是我解释一下 所谓创业或者做自由职业 什么人是合适 什么人是不合适 我是上过班的 后来我也不喜欢上班 所以我就不上班 我就当了一个作家 出了很多的书 后来又开自己的公司 开了很多的公司 后来发现一件事 班这个东西 是为那些没有自律能力的人设的 因为他没有自律能力 所以我们要去设置上班 这个规则 但如果一个人是创业 或者是自由职业者 比如说一个作家 他必须要有非常强的自律能力 我当作家的时候 一天是必须写六千字 哪天写不了六千字 我就没有饭吃 这种自律能力 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创业 和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 自由职业者的基础 为什么他认为 你没有创业的能力 不是说你 在创业这件事情上 没有想法 没有策划能力 或者没有头脑 而是他认为 你的刻苦和自律是不够的 我觉得他这件事情 他至少你得承认 他说的是有道理 说得对的 还到点子上 是是 他说的是有道理的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 你如果没有表现出 我其实是可以补读这一部分 他就不会对你创业这些上 有信心 那么创业有很多种 你未来可以靠什么创业 打比方说 我现在乍一看你 我就觉得你特别适合 去当一个讲师 这就发现我的散光点了 是吧 不是 你先别得意 但是如果你要去当一个讲师 请问你现在 自己说我注册一个号 我就当讲师了 行不行 比如说你说 我要去当一个相声演员 我就开一号 说我自己相声演员 行不行 肯定不行 对吧 那在这前期你要干什么 要筹备啊 要准备啊 要提升自己 这个筹备准备 怎么筹备怎么准备 请问是不是光看资料就行 那不行啊 对啊 你得实践啊 还得实践 去哪儿实践 去相关单位啊 那不是 还不是得上班吗 我不想骗他 我上班我不可能藏久 我把他东西 我感觉学得差不多 可能三年五年 好 这个话就对了 对 他可以上班 但上班的目的是 为了未来再创业 可不可以 我就想让他上班 回过头来 这就是你的问题 但是他说的创业 你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 我就想要一个稳定的另一半 那你找他干什么 因为他刚开始 他是有工作的 不是 我从看他第一眼开始 我就知道 他这一辈子 他一定是干创业 他跟我一模一样 我跟你讲 我年轻的时候 就是他这么一个人 他要能上一个班 超过一年 我跟你讲 你今天算是 你厉害了 我还真没超过过一年的 绝对超过一年 我可以告诉你 他上任何一个班 哪怕我说那个讲师 他去了一个 培养讲师的公司 你信不信 六个月 就是六个月 六个月 他把里面的东西都学会之后 他一定出来自己干 说太队 最长是六个月 而且从里面 还挖一个人出来 对 必须挖一个 所以姑娘 很简单一个道理 如果你要找一个 像他这样的 就是周九晚五上班的 千万不要找他这样的 你们俩就是不合适 他的人生选择 是不可能再改了 现在唯一能改的 就是你的决定 谢谢陆琪老师 解决问题还得找陆琪老师 现在你们只要去 搜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找到他 然后记住 就提你是爱宝的忠实粉丝 还会有新人礼包 刚才这位老师说得特别好 他了解我 所以我就希望 能够今天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两边多一些理解 哪怕我可以理解你一点 你可以理解我一点 咱们相互的 还要怎么理解呢 我们六七年的感情 不是说一句开玩笑 感情是有的 六七年的感情 不容易相处下来 但是确实不合适 因为你们两个人 对于未来生活的目标 不一样 一个人要过的是 安稳的小日子 一个人要过的是 惊涛骇浪的 有梦想的生活 刚开始他不是这样的 亲爱的 你不要再一直讲刚开始 那只能说刚开始 你了解到的 不是真实的那个他 你清清楚楚明白 自己要什么样的人生 要什么样的生活 但是我 已经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我不想让别人乘凉 我栽的树 但是你明明知道 这个人已经是不适合你的了 你就是宁愿要改变他 然后发现 就是已经都撞了南墙了 告诉你这不行 你都不死心 那你在折磨的是谁 折磨的是自己啊 姑娘 另外还有一点 我跟高先生说一点啊 好 我觉得陆琪老师打的那个比喻 你觉得他像你 我觉得不像 我觉得最起码有一点 你比较踏实 甭管你创什么业 你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 你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 他没有 其实我年轻时候 创业真不踏实 跟他差不多 后来是真的穷到没发没发 真的就是外面 无数的负债 穷到没发了 最后才发现 人只能靠自己的能力挣钱 所以才开始写书 我出书是没办法我才出的 就是我真的是已经穷到 连口饭都吃不起来 所以有一点很重要 这个人有没有能力 决定他创业能不能成功 这是对的 对吧 所以要对自我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你的能力在哪 你的能力到底是不是能够达到 你心中给自己设定的那个目标 如果你的能力 真的达不到你设定那个目标的话 你也在折磨你自己 就这样 我这个女方啊 跟那男方六年 你说时间长也不长 说时间短真的不短 不短 刚才这个女方还在 就是不断地去挽留啊 因为里边存着很大的这个 亲情 时间 经历 对 很多的那个情感在里边 对 他说这男人过去不是这样的 我相信他之前的时候也很优秀 因为你也很欣赏他 对 我不知道这个男士 你中间受到了什么样的挫折 或者是什么原因 肯定是受到点挫折吧 因为他跟我亲二哥特相 我二哥也是爱创业 你这样还好呢 因为你这 有人给你出创业的钱 我二哥我们都是农村的孩子 我二哥那时候创业 连两万块钱都拿不出来 所以说要珍惜当下 先把当下 现在先弄好了 还是老师真的是 他是积淀一步一步来的 我希望他能够改变 你现在如果要珍惜对方 你要尊重他 从那个幻想里边走出来 走出来先考虑现实 每个人有梦想 都好事 但是咱们先古迹也钱嘛 不得 你要珍惜他的话 我认为这个女方对你的付出 可以说无怨无魂的 他其实很珍惜你了 没错 怎么那么不争气啊 怎么那么讨厌啊 对 能不能来点爱人肉啊 没错 我不懂创业啊 但是人生都有梦想嘛 我挺支持男生说 我就是个心怀梦想的人 我也创过两次业啊 失败了 但我特愉快 我觉得在这两次创业过程中 我享受到了很多人生 巨大的精神财富 虽然没有收获物质财富 所以我立刻调整我的风向 我就上班了 我觉得男生他自己挺满足的 我就喜欢这么创业 对吧 失败了我也没关系 我就挣一万二 我都不告诉女朋友 我还得拿钱 去再买材料学习 他自己一点都没问题 所以你俩的问题 不是他创不创业的问题 他就算创业未来成功了 你俩也过不到一块 因为他是一个 活在自己内心充盈的世界里的人 他将来如果创业真的成功 他会非常投入 非常热爱 四处奔波 不断地发展壮大 估摸着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你那会儿更抱怨 现在你还抱怨他黏着你呢 人家好歹还黏着你呢 到时候他不是对你有二心 他那个世界闪闪发光 和你没啥关系啊 你明白吗 他创业成功了 你们依然过不到一块 你俩的情感需求 对伴侣的需求 是不一致的 女生以前你二十岁 其实需要什么都不知道 对方也不成熟 对方的生活模式 咱也看不清 我觉得今天挺好的 你二十七岁了 你了解自己了 我需要的是一个 能够陪在我身边 大家安安稳稳过日子的人 对吧 他创业就要到处跑 不能陪你 你也不开心 对吧 所以不是创不创业的问题 是这个人 在你慢慢成熟了 二十七岁的情感模式 相对完整的情感模式 认知 对自己认知清晰之后发现 我需要的婚姻是一个 彼此陪伴 彼此安稳的人 对 你需要的是一个 能够照顾到你的感受 陪你驰骋江湖 或者安心在家守候的女人 那是你需要的模式 你身边这个女朋友 她不是 她是爱你 爱过你 你们一起长大 一起陪伴了这么多年 但她不是你情感模式当中 那个和你适配的妻子 所以爱过一场 彼此成就对方 我觉得挺美好的 她们俩分了 最后悔的就那男的 以你现在的思维 五年之后 你可能才会体会到 她现在的心情 而且她一辈子 不会再找到一个 像这个姑娘这样 不可能了 可是女孩她成长了 她觉得感情模式 不适合自己的 何必再去这么为难 你不是不爱她姑娘 你小伙子也不是不爱你 你俩无关乎爱情 真的不合适 那接下来的时间 就交给我们两组嘉宾 你们各自到我们的 那个专门后面去想一想 咱们预测一下吧 第一对丁先生和吴女士 你们觉得她们的这个婚姻 继续的可能性怎么样 肯定出来我觉得 我觉得别出来 出来干嘛 其实本质上 其实都是为了想好 其实这俩人 我也希望她们能出来 我觉得这俩人走极端了 这能吵 女的也走极端 男的也走极端 其实她们都没运作 你看她好像闪婚 她没有运作自己那种感情 就运作女方那边 那个家属怎么 男方家属怎么怎么样 就变指责了 对 所以她们到底 选择是怎么样的呢 在开门之前 要提醒一下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通过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还有搜酷视频 观看我们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我们一起开门揭晓答案 三 二 一 请开门 手呢 牵上 手拉手 这哪像刚结婚的呀 对 蜜月期的夫妻啊 来吧 说说吧 你们俩这个咋想的 就是我俩在一起吧 从相识相恋吧 到现在走进婚姻殿堂吧 也说每一步也是特别不容易 我不想让我俩的感情 这么轻易地 就是说散就散了 毕竟彼此之间吧 还是说有一定说 感情基础在着呢 以后吧 我俩相互之间 多点体谅 多点包容吧 一些方面的条件吧 我觉得我一个男人吧 多点担当 有点说那个责任 我能就去理解他 也能照顾他的感受 就唯一一点吧 希望他以后 对我妇女方面吧 有所笑心吧 多多少少 今天要一个说 为人子女 该尽的义务 他能说到吗 他跟你说半天 你不要要求他 你去铺垫 他这个强势的性格 就听不得这些 他们对我不好 我凭什么对他不好 他是这个错误的逻辑 你去铺垫 你去双边 他是个好姑娘 他其实他刀嘴斗心 我教你一招 你先替你爸妈 给他买东西 对不对 以后他就会想到了 他给我买了 我也得还一点 是不是 我要是能改的地方 我今天就能改 但是对于孩子这方面 我真的害怕 先和公婆关系先搞好了 一点点 哪怕是为了孩子 或怎么样 公婆都是必不可少的 对吧 先和公婆关系搞好 公婆真的跟你感情好了 你看我们也可以考虑 感情要没到位 那我们不考虑也行 是不是这个道理 一点点的 来吧 抱抱抱你老婆吧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 好 请亮灯 谢谢二位啊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祝你们幸福 再见 再见 挺好的 那我们预测一下 第二组嘉宾 他们的情况 不出来了吧 这个都说到这份上了 这如果真的也 还是曾经爱过 或者现在也爱着 我觉得 我觉得以他们的感情来看 可能还得出来 这倒也是 六年不好分 不好分 但从理性上讲 关键那个姑娘太爱她了 但是我 其实我感觉 我是不出来的好 不出来的好 他们私底下 看看再给点时间吧 来 别出来 出来干啊 一个人 他把他自己所有的感受 凌驾于一切之上 他眼里没有任何东西 他眼底是没有尊重的 而且他是没有自知的 这个出来干嘛呢 我们都觉得 他们不出来为好 但他们俩还是会出来 有这个可能 对 所以我们在 在揭晓结果之前 要提醒一下 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抖音 去搜索爱情保卫站的 抖音官方账号 并且添加关注 我们每天晚上的八点到十点 已经开通直播了 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坐镇 帮您这个答疑解惑 可以连麦他们 一对一地帮你们解决问题 那也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唯一的官方报名热线 是02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朋友 可以打电话报名 记住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 小心被骗 来吧 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 三 开门 还都会出来 哎呀 你俩这个出来了是啥情况呢 我们就是经过协调吧 然后我同意他再创最后一次业 然后之后不管是什么的 就是他会承诺我 就是好好的稳稳当当的上个班 我是觉得你这次创业稍微谨慎一点吧 先上班 先去偷偷师马的 取取经验 因为这个东西是我的经验 我觉得就是你创业这些 一定要取成功的地方 先去学习 你学个一两年之后 你这个整个业内的流程和套路 你都懂了 是吧 人脉也熟了 其实都是一样 都一样 凡是进德文社的人都想当明星 都想当大腕 但是你不是说一来了 你就是当明星当大腕的 你得学会扫地 你得学会七茶倒水 奇景男生一句啊 无论你这次创业成功与否 将来找了什么工作 你就记得那句话 回家你女朋友 对你笑一下 她理解了你 你得到了她尊重 你们的日子就能过好 我告诉你这以后绝对是一个 特别好的先其良 真的 她非常爱你 抱抱抱抱你的女朋友吧 来时间交给你们 这么多年呢 我真的特别感谢你 我在人群前面 我不善于去表达 不善于去表演 但是你知道我的心里 是有你的 我希望 我一定 我希望我会成功 我如果成功之后 我一定会对你好 好 我不会说太多欢迎小语 但我其实怎样 hers хар 挖 杀 杀 料 deduction 杀